第39集 华勒诺先生告诉于莲,维里叶的彩票发行局局长刚死,于莲觉得把这个职位给德肖兰那个老笨蛋倒挺有意思,以前他在德拉摩尔房间里捡到过这个老东西的求职信。 于莲请侯爵在写给财政部申请这一职位的信上签字时,背了几句求职信的内容,引得侯爵开心的哈哈大笑。 德肖兰先生刚被任命,于莲便获悉,省议会已经为那位著名的几何学家格罗先生谋求这个职位。 这个人很仗义,虽然每年只有一千四百法郎的收入,却把其中的六百法郎给刚去世的局长养家活口。 于莲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震惊,但他心想, 这没什么,如果我想出人头地,这种未良心的事还要干不少,而且还需懂得说几句动感情的漂亮话来掩盖。 可怜的格罗先生,该获得十字章的应该是他,可是却给了我,我必须感恩图报,为政府办事。 你的水不能止我止渴。 唇干蛇躁的精灵说道,这,已经是全地亚卑吉最清凉的井水了。 意大利作家,培里克。 请继续收听法国作家斯汤达代表作《红与黑》。 演播,齐克剑,邓小欧。 《红与黑》。 一天。 鱼联从塞纳河畔维尔基耶那块肥沃的土地回来。 德拉姆尔先生对这片土地十分关注,因为在各处的田产当中,只有这块地属于他赫赫有名的祖先布尼发斯·德拉姆尔。 鱼联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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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长高了 脸也白了 身材举止已经完全不像外甥人 但谈谱却不是这样 过分严肃 过分正经 尽管就有这些可以理解的特点 但由于有了自信心 显得毫无低人意等之态 大家只觉得 他对许多事情都过分认真 同时也看得出 他是言出必行的人 玛蒂尔的小姐取笑父亲 竟把十字勋章给了鱼帘 他对父亲说 他缺的是潇洒 而不是机灵 我哥哥向您要十字章 叫了十八个月 亏的还是德拉摩尔家的人呢 不错 看鱼帘有极致 这是你说的那个拉摩尔家的人 则从来没有的 仆人通报 勒子公爵道 马蒂尔的不禁打了个哈欠 每当看见公爵 他仿佛又见到了父亲客厅中 镀金的古丸和常来的客人 想起了又要过巴黎 无聊透顶的生活 但在叶尔时 他却总想着巴黎 马蒂尔的心想 可是我已经十九岁了 按所有这些切口读金的无聊书籍的说法 但是幸福的年华才是 他看着那八九本 他到普罗旺斯旅行期间堆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新诗集 他的不幸在于比克罗兹诺瓦 德开吕 德律子 以及其他朋友更聪明 关于普罗旺斯美丽的天空 诗歌 南方等等 他们将要对他说什么呢 他完全想得出来 马蒂尔的一双妙目 流露出万分无聊 更糟的是 欲寻快乐而不可得 失望之余 便把目光落在鱼帘身上 至少 这一位和其他人 不完全一样吧 索哈尔先生 马蒂尔的声音 轻快短促 毫无柔美之态 是上腾阶级年轻女性 常诱的强调 索哈尔先生 你今晚来参加 德律子先生的舞会吗 小姐 宫前面前 我还没有被引荐的荣幸 骄傲的外省人 说出这句话和这个封口时 心里真有着肤之痛 他让我哥哥领您去他府上 而且如果您去 还可以跟我谈谈 贝尔基耶那边田产的详细情况 我打算春天去 想知道那里的别墅能否住人 周围的风景是否像传说的那样美 因为您不服食的事太多了 雨连没有回答 和我哥哥来参加舞会吧 他干净利落的又说了一句 雨连恭顺的欠了欠身 这样说来 即使在舞会上 我也要向他们全家人汇报了 也难怪我不是他家雇来的办事的吗 恼火之鱼 雨连又想到 天晓得 我对女儿说的话 会不会妨碍做父亲的 做哥哥的和做母亲的 私下的打算呢 简直是个封建王朝 必须事事都不露透 而且不能得罪任何人 马蒂尔的小姐走了 她母亲派人来叫她 要把她介绍给几位女友 雨连看着马蒂尔小姐的背影 心里说 这位大小姐真不讨人喜欢 她过分心潮 肩膀都露在衣服外面 脸色比旅行前更苍白 头发发淡到没有颜色了 连光线都能透过去 打招呼 看人都傲气十足 一举一动 就像个王后 马蒂尔的小姐 在她哥哥正要离开客厅的时候 把哥哥叫住了 努尔被伯爵向鱼连走过来 对她说 亲爱的索海尔 十二点的时候 您想我到什么地方 接您去参加德雷兹先生的舞会呢 公爵特意要我领您去 雨连一躬到地回答道 承蒙错爱 本人心中敏感 努尔被说的话既礼貌又亲切 雨连觉得无懈可击 只好借回答来发泄一下脾气 她觉得努尔被话虽客气 但仍有些看不起她的味道 晚上去参加舞会 勒子公爵府气象豪华 是她吃了一惊 前院搭了一个大天棚 紫红色的布脉上 坠满了纯金座的星星 灿烂辉煌 使人叹为观止 天棚下的院子 种着菊树和夹竹桃 丛蜜如林 而且花开满枝 花盆都精心埋在地里 看上去 这些菊树和夹竹桃 仿佛直接从地里挡出来 车过的路铺着细纱 在我们这位外甥人看来 一切都显得很特别 简直美妙到难以想象 激动之鱼 满肚子的气脑 轻刻间便烟消云散 在来参加舞会的车上 诺尔被很高兴 而他却闷闷不乐 但一进入院子 两人的情绪便掉了个个儿 诺尔被 只住一几个照顾不周的小地方 而这样豪华的场面 疏漏本在所难免 他估计每件东西的费用 算出庞大的总数 这时 于莲发现 他几乎露出嫉妒的神情 情绪也越来越坏了 至于鱼脸 刚走进第一个跳舞的客厅 便感到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心动神怡 战战兢兢 第二个客厅门前 人头攒动 无法挤进去 第二个客厅 是按照格林纳达的 阿尔汉布拉宫布置的 应该承认 他是今宵的午后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说道 他的肩膀正颈着鱼帘的胸脯 福尔蒙小姐 整个冬天 都是艳涯群芳 现在 也自愧芙如了 旁边一个人 应声说道 你瞧他那副怪样子 真的 为了得到大家的欣赏 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瞧瞧 他在四组五中 独五十的魅笑 老实说 真是千金难买呀 马蒂尔的小姐 知道自己胜券在握 但却似乎懂得克制 不露出喜悦之情 似乎怕和他说话的人 擒难自己 妙极了 这才是使人销魂的手段 鱼帘 费了好大的劲 也看不见这个迷人的有物 因为有七八个 比他高的男子 挡住了鱼帘的视线 刘晓胡子的年轻人 又说道 这样雍容华贵的矜持态度 自有其妩媚迷人之处啊 还有那双蓝色的大眼睛 在真情快要流露的时候 却慢慢的垂下来了 我的天哪 没有比这更妙的了 看 那个大美人福尔蒙小姐 和他一比 就显得太一般了 第三个人说道 如此矜持 奇异在说 如果你是配得上我的男子 我还会给你展示更大的魅力 我说 谁能配得上高贵无比的 马蒂尔的呢 只有那个王子 英俊 聪明 一表人才 既是战场上的英雄 年纪最多也就二十岁 那也就是俄国皇帝的私生子了 为了这门婚事 还得给他一个风意才成 或者干脆是那位泰莱尔伯爵 尽管农病嘴脸 不过穿上 这时 门口的人走开了 于莲走了进去 于莲心想 既然这些草包觉得他如此出众 导致他研究研究 这样我就知道 这些人所认为的完美 到底是什么标准了 他正用眼睛四处找的时候 马蒂尔的一下子看见了他 于莲心想 哦 我的责任来了 不过 此时 除了脸色以外 他的气已经消了 出于好奇 于莲走上前去 马蒂尔的露肩的衣裙 使他怦然心动 什么自尊也顾不上了 心想 他的美散发着青春的魅力 当时有五六个年轻人 于莲认出其中的 有刚才说话的那几个 正站在他和马蒂尔的之间 马蒂尔的问于莲 先生 你整个冬天都在这里 您看这个舞会 难道不是本季度最出色的吗 于莲没有回答 我觉得 库隆边的这套四组舞很不错 女士们跳得也无懈可击 所有年轻人都转过身 想看看他一再追问的幸运儿是谁 可惜 回答却使人失望 小姐 我可不是个见多识广的裁判 我一辈子做的都是文字工作 这样豪华的舞会 我只是第一次参加 刘小胡子的那几个年轻人听了 不禁有气 有人显然颇感兴趣地问道 索海尔先生 您是位圣贤啊 您像卢梭一样 从哲学家的角度去看这些舞会和欢乐 厌由争竹只能使您惊讶 而不能使您动心啊 一句话 是于连兴致所然 也驱散了他心中的一种幻觉 他嘴角泛起了一丝 也许有点夸大的轻密 他回答道 在我看来 卢梭妄想评论上流社会 不过傻子一鸣而已 他根本不了解上流社会 他好比仆人发迹 心态依然 可他写了明月论 马迪尔德用敬仰的口吻说道 他虽然宣扬共和 鼓吹推翻王朝等级制度 但是 只要有一位公爵 肯屈尊于贵 反后改变散步的路线 和他的一位平民朋友走一走 这位出登龙门的新贵 便会乐得忘乎所以 对 夫莫朗希的卢森堡公爵 陪一个名叫 库安德的平民 朝巴黎的方向走过一段路 马迪尔德小姐接着说道 他头一次对自己 能引用典故 感到高兴和洋洋自得 像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 误以为发现了 古代存在一个 什么费雷特里乌斯王那样 为自己的所谓学问 感到飘飘然 鱼帘的目光既锐利又严峻 所以他只兴奋了一会儿 对方的冷漠使他茫然失措 平时一般都是踏实别人难堪的 这次则相反 因而感到很惊讶 这时候 德克罗兹诺瓦侯爵 匆匆地朝 马迪尔德小姐跑来 但到了离他三不远的地方 由于人挤 怎么也挤不过来 隔着人群 他看着马迪尔德小姐微笑 年轻的德鲁夫雷侯爵夫人 就站在他旁边 他是马迪尔德的表妹 他丈夫挽了他的胳膊 他们结婚才半个月 德鲁夫雷侯爵也很年轻 糊里糊涂地就结了婚 虽然婚事完全由公正人 按门当户对的原则一手包办 他倒觉得心人很美 只等一个年迈的伯父归西 他便可承袭公爵风靠 正当德克罗兹诺瓦侯爵穿不过人群 只能笑嘻嘻地看着马迪尔德的时候 马迪尔德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 也看着他和他旁边的人 马迪尔德的心想 真是一群庸人 这位克罗兹诺瓦还妄想娶我呢 不错 他温文有礼 风度优雅 和德鲁菲雷先生一样 如果不让人溺烦 这些先生倒是挺可爱的 他将来也会胸无大志 而洋洋自得地跟我们参加舞会 结婚一年以后 我的车马 衣着 巴黎远郊的别墅 一切的一切 应有尽有 足以使向德罗瓦威尔伯爵夫人之类的 芙蓉妻贵的女子 嫉妒得要死 可是 以后呢 马迪尔德 沾望前途 不禁心烦 德克罗兹诺瓦侯爵 终于走到了他身旁 和他说话 但他却心事重重 听不进去 觉得他的话 和舞会的嗡嗡声 混在一起 他的目光 机械地跟随着鱼连 其实鱼连 已经带着恭敬 自豪而不满的神情 走开了 马迪尔德 在离来来往往的人群 很远的一个角落里 瞥见了阿塔米拉伯爵 诸位两笔记得 阿塔米拉伯爵 在自己的国家里 被判处了死刑 路易十四统治期间 他的一个亲戚 曾经嫁给了孔帝亲王 这件往事 多少起了点保护作用 使他免受圣公会惊叹的缉纳 马迪尔德心想 我看只有被判死刑 才能开高一个人的身价 这是唯一用钱 也买不到的东西 我刚刚说的这句话真妙 可惜来的不是时候 不能为我脸上增光 马迪尔德品味高雅 不愿在谈话当中 插进一句 事先想好的妙语 同时 他的虚荣心也很重 想出妙语 也不免窃喜 于是在他脸上 满意的神情 取代了凡愁 而一直对他说话的 科罗斯诺巴侯爵以为 可或美人青睐 越发说个没完 马迪尔德心想 我这句惊人妙语 有哪个恶棍 能不以为然 谁不同意 我就可以回答 男爵子爵的头衔 可以花钱买 十字勋章可以送 我哥哥刚刚就获得了一枚 他有什么功劳 军衔也可以弄到啊 授手十年 或者有亲戚当国防大臣 就可以像诺尔贝那样 成为骑兵中尉 享有大笔财产 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呢 真滑稽 和书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好嘛 想发财 那就娶 罗特希尔德的女儿好了 我那句妙语 讲得实在深刻 死刑才是唯一 没有人滋滋以求的东西 马迪尔德 问克勒兹诺瓦先生 您认识 阿特米拉伯爵吗 美爱斯宫 卑鄙 阿特米拉伯爵 卑鄙 阿特米拉伯爵 现在把你给你带来的咖啡 他 girls才让 Joe 感谢观看